家长与礼生通过智慧门 象征成年后必须以更智慧成熟的态度 面对未来人生 中山区公所举办一年一度成年礼 吸引30对家长礼生前来参加 仪式中首先由家长为礼生进行家冠礼 接着为礼生佩戴领巾 最后再赠送传承礼 有家长将小孩儿时照片集结起来当作礼物 也有家长以拥抱代替祝福 还有家长带着唐世正的女儿一起来参加 都让人感受到父母对孩子满满的爱 16岁是一个成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所以报名了中山公所的这个成年礼 然后希望孩子可以就是平安 平安地面对他未来的这个人生路这样子 以法妈妈希望你 很勇敢走人生路 这些照片都是女儿小的时候 像这张是三岁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这张大概是一两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游 然后后来大一点四五岁的时候 也常常带他去游游 然后这张是大女儿跟小女儿一起的照片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第一次到餐厅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想要尝试一个会辣的东西 然后跟他说这个会辣喔 他还是硬要吃 所以吃到辣的时候哇哇叫 那今天的成年礼就在思考说 我说要带给他什么样的回忆以及回顾一下他过去这十七八年的日子 所以我就把他小时候一岁到三岁时候的照片做了个整理 小时候今天送给他这也是我们非常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就那个戴了他满十八岁的那个项链 还有外婆有给他那个红包 还有他阿姨有给他一个那个花 因为我以前也是在中山区十八岁的时候 我也有参加过成年礼 我觉得那很有意义 而且那是一个传承 然后证明说他就是长大了 然后可以更有责任这样子 所以我想要让他跟我一样 当初我妈妈也有带我来 所以我想像他 我希望他也是也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感受 谢谢妈妈一直以来的照顾 然后我现在想大成年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不会让你担心 今天是中山区公所举办的那个 一百一十一年成年礼的活动 那这一次总共有三十对的这个成年礼生 跟父母亲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成年礼活动 那成年礼其实一个年轻人一个成年的开始 那成年是一个人生重要的时刻 我们希望办成年礼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这个成年礼生 其实他可以有这个学习这个负责任 然后要这个勇敢的承担社会上面的责任 然后开启他这个美好的人生 然后可以展翅高飞 那将来可以回馈给我们的家人 可以回馈给我们朋友可以回馈社会 其实刚刚有这个安排加冠 我们今年以这个花冠来代表 其实就是代表您成年了 不管是这个小男生小女生 您成年了 然后有这个佩戴领金 其实领金的意义也是一样 代表成年 然后去承担去负责去开创未来 以智慧开创未来 我们也特别安排 请家长准备这个传家礼 送给这个成年礼生 然后有些妈妈爸爸是送爱送个抱抱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 那我特别感动的是 有一个妈妈准备着这个小朋友 成年礼生成长的过程 从他这个生出来 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龄层 长大的成长照片 那我看到那个小朋友 其实他眼眶都泛红了 他其实很感动 父母亲帮他准备这样子的一个 各阶段的成长的照片 其实我们的用意在于 让这个父母亲能够鼓励 他的小孩能够这个有勇气 有智慧的去开创他的人生 好 再来 要进入最后阶段了 进入最后阶段了 活动中还特别安排 亲子舞蹈比赛 许多家长已经很久 没有和孩子一起跳舞 难得的体验 除了增进亲子间的情感 也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 这成年很有意义 那让孩子能够体验一些 一些那个成年的过程 那希望他们在成年以后 能做为一个有一个责任心 跟那个承担的责任这样 那希望他以后的成长历程 会更好更有发展这样 应该是都没有啦 因为毕竟是男孩子 比较喜欢的都是 都是运动球类的东西 那所以比较没有这个活动 都骑脚踏车啊 运动啊 游泳这样的部分 是蛮新奇的 只不过小孩子 比较就是没有跳过 可能比较便流一点点 比较严肃一点点这样 比较紧张啊 也没有参加过这样 很好玩 可是 好累 对 真的 第一次参加有跳这种舞 对 就是蛮酷的 对 然后 就是 比较可以融入年轻人的 一起活动的那个 比较有意义 之前还会一起户外运动 可是现在都没有 对 所以还蛮感谢这个活动 你要对我说什么 是妈妈要跟你说吗 对啊 是你要跟我说 就是 呃 今天参加成年 你代表你今天 现在开始真的是成年了 希望你 以后可以更有责任感 然后对社会有贡献 对 那有什么话要想对妈妈讲 谢谢妈妈 就是 好 两个话语 好 我们这边在圣语上 那个是有别语 我们以往办的成年礼 我们有办了一个 SWITCH的JUST DANCE 然后我们希望 呃 每一队的成年女生跟家长 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应该是跳舞比赛哦 让亲子 其实 他可以互动的更好 让小孩也知道 爸爸妈妈 其实也是可以跳舞的 中山区公所透过举办成年礼 希望在众人的祝福下 孩子们成为大人后 都能够展翅高飞 勇往直前 迎向更美好的人生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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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